我们来看下一条 江苏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媒体行动身边的感动特别报道 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位59岁的老共产党员 南京市白夏区商务局的吕湛平 28年来他默默的从自己有限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钱 资助了将近30个困难家庭 直到受助人的感谢信 接到单位我们才认识到身边有这样一位做好事 不张扬的好人 今天吕湛平带着鲜花来到南京市利水县人民医院 看望一位自己资助多年刚刚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小姑娘 躺在病床上的这个女孩是91年出生的唐娟 她从三岁开始就被发现身体不大好 九岁被确诊为先天性肝胆总管结实 至今为止她一贫如洗的家庭已经为她治病花费了30多万元 然而这个坚强的女孩并没有自我放弃 在吕湛平等爱心人士资助下带病努力学习 在今年考上了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吕湛平告诉我们 唐娟今年六月高考的时候身体突然出现状况 不得不少考一门数学 然而唐娟在少考一门的情况下仍然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 让她也十分感动 今天她带着自己单位南京白夏区商务局的同事 大家一起来给唐娟送上爱心 并决心帮助她完成大学学业 而唐娟只是吕湛平众多资助对象中的一员 从84年开始 时任南京军区某部联队指导员的吕湛平就开始资助 安徽寒山县一户农民的两个孩子 她一年拿出一个月的工资来支付两个孩子的学费 从此她就暗暗下决心 每年拿出一个月的工资来资助困难家庭 28年来她累计资助费用达到8万多元 少抽一盐 少喝一百一几 因为我平时也不喝一几 那么省下这点钱以后 我就把它当成了 平时我抽到一包一盐了 把这个钱已经消耗掉了 我就把这个钱可以制作一些比我更困难的 记者了解发现 吕湛平的资助有一个相对明确的目标 就是要让上不起学的孩子继续完成学业 用处理的孩子继续完成学业